我只有700,000追踪者 你知不知道,这不足够 这些是非常愿意 人们说是非常愿意 他们真的意义的是,我非常愿意 镜头中,英国老人威廉侃侃而谈 向观众介绍2020年中国互联网热词 他拿自己的粉丝术打去 演绎什么叫做凡尔赛 在中国多个视频社交媒体平台上 78岁的威廉被网友亲切地称为威廉爷爷 作为一名英语教育行业的创业者 他常发布一些轻松幽默 但有着满满干货的视频 受到不少中国网友的喜爱 威廉介绍,自己与中国结缘于20多年前 从剑桥大学毕业后 他先后从事过节目制作 自由撰稿人等工作 后来受到亲戚邀请 到香港从事亲属材料国际销售工作 威廉曾在1997年去过湖南长沙 谈起对中国的第一印象 他笑道,最难忘的是满大街的自行车 The thing that struck me You asked me my impression My thing that struck me was the number of bicycles In the year 2000 I came to Hong Kong and I was in Hong Kong for 10 years but the thing I noticed not just then in 1997 but as China got richer the move went from push bicycles pedal bicycles to e-bicycles and then to cars and then in the very richest parts of China that I've been in like in the outskirts of Jingdao SUVs and there's that kind of progression you see but it was very rapid in China the bicycle's disappeared rather fast 受2008年金融危机的冲击 威廉在中国经营的生意也被影响 因为此前做过教育类的投资 他开始转行从事英语教育 2015年 威廉收到山东维方 一家英语教育机构的邀请 从此便开始在这里定居工作 他说 来到维方是机缘巧合 但选择在这里定居 是因为喜欢教育这份工作 并且在这里收获了友谊与支持 2020年 新冠疫情极大的改变了威廉的生活 但他也看到了中国 在应对疫情方面所做出的努力 随着冬季的到来 疫情开始在个别地区反复 但威廉对中国的抗疫举措充满信心 关注射中的语续 如果有朋友们在电话 你会发生的东西 你可要经历到电话 在电话 我做了两个月 几个休息 有点难以摇测试 從事國際商貿三十多年 採訪中威廉也提到最近自己關注的國際經濟新聞 不論是不久前中歐投資協定談判的完成 還是更早簽署的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協定 在他看來 中國在國際貿易中的表現愈發專業與開放 他也期待這些合作會帶來更多的變化 與經濟方面的機會 自己也會在英語教育的工作中繼續努力 讓更多人了解不同語言背後的文化 我會想說 你都可以說